福岗游泳市井赛结束全部赛事,8天的比赛时间,中国游泳队斩获5金,3赢8桶,一共16枚奖牌,超越2011年上海市井赛,拿到市井赛总奖牌数历史第二好成绩,其中女子选手获得1金,2赢6桶,男选手获3金,1赢2桶,男女共同获得1枚混合接力金牌。 7个奥运接力项目中,直接获得4个项目的巴黎奥运会资格,一共创造10项亚洲记录,1项世界记录,在男女分别17项个人项目中,女子选手只有200米挖泳,400米混合泳,200米蝶泳和100米挖泳等4个项目未进入决赛,其余全部晋级,彭旭为首次在长池市井赛获得奖牌,男子选手则有11个项目未进入决赛, 蝶泳和混合泳项目的5个单项,全部未能进入决赛,只有牛广胜和汪顺进入半决赛。 To be honest,几位年轻蝶泳选手这次的国际比赛成绩,和国内表现有所差别。 但是男子接力表现出色,男子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获得第4名,创造历史第二好成绩,男子4成100米混合泳接力历史首次获得奖牌,创造亚洲记录,夙愿得偿。 中国对整体结构偏年轻,大部分选手未来还有进步的空间和更多可能,明年巴黎奥运会的成绩有可能会更好。 中国男子挖勇,目前实力卓越,以颜子辈在东京奥运周期的表现为起点。 谭海洋拿到四金一银,今年登顶世界,MVP的计算规则,不算接力,相同金牌比较破世界纪录幅度,所以是马尔尚拿最佳男子运动员。 谭海洋这次取得超凡的成绩,不仅证明训练模式的正确,也会给很多年轻选手信心。 泳潭能一直赢的选手很少,学会总结输的经验,把每一次大赛都当成宝贵的磨练机会。